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天吃蟹的时候 秋冬也吃蟹 那蟹的吃法无非就是蒸一蒸煮一煮 有没有什么新鲜的吃法 其实蟹的吃法很多 包括像什么香拉蟹什么的 今天我们介绍一种独特一点的 叫做辣椒炒螃蟹 家常的炒法 叫辣椒炒蟹 今天铁钢师傅带来的辣椒炒蟹其实并不是很辣 口味酸甜 甜中带辣 螃蟹更是保留了鲜嫩的特点 制作这道菜所用到的材料有 螃蟹 番茄 小米椒 甘葱 蒜蓉辣酱 除了这些 今天铁钢师傅还带了一种神秘的调料 这里面有一个独特的东西 这不料酒吗 这什么味儿啊 鱼露 鱼露这东西 作为一种独特的调味品 它闻起来有点腥味 但炒起来很鲜 很鲜 这超市有没有卖的 鱼露应该也不贵 其实在东南亚一带 鱼露它们就当做酱油来食 炒青菜 最后来一下鱼露 相当于调味了 鱼露是北方用的比较少的一种调料 汁闻起来有腥味 用法与酱油类似 也是今天辣椒炒蟹的主要调料之一 但是了解鱼露的使用 只是制作辣椒炒蟹的前提 想要做好这道菜 第一步要掌握的就是如何处理螃蟹 好 首先我们今天教大家的第一个 就是螃蟹的处理方法 螃蟹 买了以后 要给它进行载纱 载纱的时候 这您看好了 我就被夹过 您抓着的时候 一定是捏在它腹部这 就是大妈哥捏着它的背部 然后食指跟中指捏住它的旗部 然后看我们在载的时候 压住它两个钳子 压住两只大钳到使劲的向后扳 把盖下来 但是这个蟹有几个地方不能吃 首先是这块 其实这个是它的胃部 这是胃 胃部 还有这个白的地方 看到吗 这个白的是蟹心 这个也要抠出来 还有它的排泄系统 是什么呢 肺部 肺部 大家可以看 就是我们说看公母 长期还是圆期的这部分 肺部不能吃 因为这个脏 对 另外还有肺部 肺部 肺部我们都知道 就是这螃蟹两侧的这些 对 呈扇形分布的 然后我们给它把肺部剃掉 剃掉 要切八块 你看 这个钳子这部分 然后这个蟹比较小 一般的我们都可以连着 要大蟹 如果大蟹 就一定要给它 从中间关节部 再切开 这是两块 然后把这个爪尖 给它切掉 您不说大蟹八块吗 现在出来了两块 这个就是四块 对 两边一对称 这不就八块吗 我们今天教了大家 如何肢解 这个新鲜的螃蟹 还有一点要提示大家 就是这个螃蟹买回家以后 我们要清洗干净 这个洗的时候 也是 这个不要去挫挫 一定是头洗 或者是冲洗 你使劲一大了的话 这多浪费 蟹头就是洗掉了 但是一定要清洗 因为毕竟你在肢解的这个过程中 它还有很多碎渣子 对 好 螃蟹 螃蟹出一半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处理螃蟹的方法 取蟹的时候 要从后捏住螃蟹的腹部 大拇指在上 食指中指在下 在杀时首先要压住螃蟹的鳌 用力将螃蟹的壳向后翻开 然后将螃蟹不能吃的部分去掉 分别是胃 心脏 脐部 肺部 清理完之后 就是做螃蟹最讲究的大蟹八块步骤了 首先将螃蟹从中间一分为二 将前熬切下 从中关节处切开 分成两份 再将剩下的部分 从中间两条蟹腿之间劈开 分成两份 螃蟹分好以后 还要将血污等杂质清洗 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是投洗或者冲洗 不宜动作太大 否则会将蟹肉洗掉 炒的时候 我们先要处理一下番茄 番茄最好我们是要给它去皮 去皮有一个方法 就是做上水 然后把它的根部 切一下顶部 切一个小十字刀 我们来一点热水 炒了一下 对 为什么要给它上面拿一个十字刀呢 就是因为这样 它预热以后 它这皮就散开了 对 然后我们拿一个 碗 准备点凉水 得嘞 捞吧 冷着呢 来 我们一积它 看 这皮就很好 撕下来了 没错 刚才铁钢师傅教我们是巧去西红柿皮 然后呢 我们把西红柿呢 给它切成小粒 您在切粒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起来了 很多的观众朋友 跟冬子都一样 最早学的第一个菜 都叫西红柿炒起来 对 其实我们经常在家里面 用番茄做菜啊 就容易有一个问题 就是炒来炒去 后你会发现那汁它是老屑 吸着光汤呢 炒起来也不好看 对 而且呢 就是说你嵌火呢 它是生西红柿味 如果过火呢 来 又是太过烂了 到底我们怎么样炒制 才能够让这个西红柿 这个番茄的菜 炒出来又漂亮又好看 味道又好呢 而且呢 要让它出容 对 怎么出容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给您来一个天天小锦囊 铁钢师傅带来的这个 让番茄更加容易炒出容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就是将番茄在炒之前 在微锅炉里用中高火 微三分钟 这样处理过的西红柿 就很容易炒出容了 如果没有微锅炉 在蒸锅里蒸一会儿 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我们呢 把火点上啊 稍微的来一点点油 好 这个油量非常少 类似于咱家平常炒素材的量 够了 我们呢 先要加入 加姜饼 姜 咱们这个姜的量啊 适当的可以大一些 因为我们都知道性寒 没错 加一点小米椒 哇塞 这小米椒这只有四五根了 这可辣这个 其实这辣呢有两个用处 一是驱寒 二呢 性还是有腥味 没错 这什么火这个 来 小火就行 来 来 我们呢给它炒出香味啊 好 这个时候呢 西红柿 已经好了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刚才这个铁钢师傅说 必须得密闭住 您看看 来 您要不密闭住了的话 这番茄都飞了 对 是吧 没错 实际上它是一个高温蒸煮的一个过程 对 好 我们呢给它 解开 能够闻到啊 西红柿 番茄的香味出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它倒入锅中 好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啊 因为番茄放入锅中之前 一定是小火把姜末和这个小米辣 来 给它炒出香味来 对 这时候我们还是用着小火 来 看了吗 嗯 快看锅里的滑雪反应啊 对 往常我们在家里面炒菜 水就出来了 对 换句话说 这番茄里面汁多嘛 但是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来炒的话 你看 好 看啊 已经出容了啊 这个时候 几乎跟酱的感觉一样了 对 换小火 小火 然后呢 我们加入一点蒜蓉辣酱 蒜蓉辣酱呢 它有蒜 对 而且它有微甜的口 对 吃起来口感比较好 我们用两到三汤匙的蒜蓉辣酱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螃蟹放下去 我们在炒酱的时候呢 始终要保持着中小火 好 改成中火 这螃蟹 这怎么才能把它变熟啊 来 就用这个汤汁 给它微熟 好 当这个蟹呢 微微一变色的时候 我们呢 给它稍微的来一点点水 加清水 这水的量呢 将将没过主料 对 跟它的吃平就可以啊 这需要盖盖 不用盖盖啊 为什么 让它的心气好 哦 其实做海鲜都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对 煤开 我们呢 把这个甘葱放进去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配料很重要 为什么选甘葱 而不选鲜洋葱 这个甘葱呢 它的香味呢 更加的 串 串一点 而且呢 这个吃起来的口感 更加的灰甜 提香 对 另外 还能盖入它的腥味 对 全放进去吗 全放进去 这差不多有两个甘葱 对 两只甘葱 咱俩 好 小鹿 鱼鹿 秘密武器出场 对 这个鱼鹿呢 我们呢 不要多放啊 像这么多 基本上两勺 我们有四只螃蟹 两勺 两满勺的鱼鹿 因为鱼鹿非常咸 对 虽然它鲜 现在有咸味很重 鱼鹿下锅以后的那个 这一克有一种 那种海鲜的味出来了 没错 好 我们呢 加入盐 糖 当加入鱼鹿以后 盐 少许的盐 少来 三克这样子 糖 可以稍微多一点 这怎么也带有 三十克左右了 差不多 还需要炖多长时间 来 这个呢 基本上啊 有个五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辣椒炒蟹入锅的步骤 首先在锅内 把姜米 小米椒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番茄 蒜蓉辣酱 再将螃蟹放入 等螃蟹微微变色的时候 加清水 干葱 鱼露 盐 糖 开盖大概煮五分钟 但是观众朋友 不要以为这样 这道菜就做完了 我们来准备下一个工作 还有工作呢 鸡蛋 这让我真是摸不清头脑了 来一点水淀粉 然后把鸡蛋打反 您在打鸡蛋的时候 您在打鸡蛋的时候 我观察着锅中的这蟹 已经完全变红了 而不是说辣椒的颜色 是螃蟹成熟的颜色 这个时候我们调入淀粉 用淋入法 淋芡 您的鸡蛋还没用呢 这是干嘛用的呀 最后把蛋花 这种做法很有意思 放下去以后先不要碰它 蛋花成熟了 这个时候蛋花出来了 来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出锅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整个菜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将螃蟹的胃 心脏 脐部 肺部去掉 洗净 第二步 将番茄去皮 在微波炉里 中火微三分钟取出 第三步 锅中放少许的油 把姜米和小米椒炒香之后 放入之前 微好的番茄炒至出融 加入蒜蓉辣酱 放入螃蟹 第四步 在螃蟹微微变色时 加入清水 干葱 鱼露 盐 糖 最后淋水淀粉和蛋花 待蛋花成熟之后 即可出锅 我就沉了一口了 哎哟 是酸甜烤 但是偏辣 回鲜 咱今天的甜甜仪式就到这了 谢谢 谢谢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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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